Pokemon ゲットだぜ 講到神奇寶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過 Gameboy 時期 每天跑草叢的日子啊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現在手機上也可以玩到神奇寶貝囉 可是 怎麼寶貝長得有點不太一樣啊 哎呀 是山寨的 一起來看看吧 最近在國內外手機遊戲討論區 吵得沸沸揚揚的遊戲 Micro夢來囉 奇怪 怎麼有點眼熟 沒有錯 這一款Micro夢 就是與神奇寶貝非常之類似的啦 Micro夢是由獨立遊戲團隊Moga 所開發的作品 玩家們在遊戲世界裡 以一流的雄獸師為目標 踏上了收服神奇寶貝的旅程 寶貝是收服Micro夢才對 遊戲中一樣除了RPG回合式戰略之外 收服怪獸也從丟寶貝球 變成丟記憶片 並添加搖晃手機等收服要素 除此之外也有商城以PVP模式 讓玩家與世界各地的雄獸師對戰 目前遊戲已經在iOS上架 我們在PP Store 沖上了營收排行與4.5星的評價 任天堂不趕緊做出反應嗎 快點手機解禁吧